装潢新鮮人 能够选到合拍的设计师 世界幸运的是 今天的屋主首次装潢 就相当满意 魏子涵设计师团队的表现 今天很开心来到 这个廖先生的家来拜访一下你 听说你小时候就是在国外长大的 然后现在搬回台湾之后 希望你的家是呈现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居家风格呢 就像您讲的 我之前是在美国长大 那美国房子大家都知道 会有前院会后院 非常大 对 所以我们小时候就会 玩得比较开心 那回台湾之后因为地小人愁 那再加上如果一定要住在市区的话 其实很难找到一个 有这么大空间的地方 那既然那样没办法的话 我就会希望自己的家 是空间比较大的 至少公共区域是比较大的 然后也明亮一点 那我也希望我们家能够 都干净做整洁 所以也需要有足够的这个空间 来收纳我们所有的东西 所以希望简单 然后又素雅 但是又要有收纳的空间 其实有一点点困难 对不对 那后来你们是怎么找到 子函设计师的 所以我们之前也找了 好几个设计师 那基本上我们很多设计 都是被那些设计师给打枪 对 那比如说像是要一个 Walking Classes 或是什么的这些 设计 都被他们认为空间不够 或是什么 所以被他们劝退这样子 那后来呢 在幸福空间的网页上 有看到那个 我也是谈设计师 那我们也是就是有联络他 那他是第一个 没有把我们的idea给打枪的 对 他们就说 这个可以再设计一下这样子 那再加上呢 我们我刚好那时候 公司很多同事在 在装潢家里 是 那我一直不时的听到他们在讲说 他们跟他们的设计师啊 跟他们的工 跟不同的工班 他们的沟通多么的不好这样子 所以那刚好看到 Way设计师他们的公司 有自由工班 所以我想说 这应该会让我 比较轻松一点这样子 有时候甚至早上跟他们讲 下午一进来 就看到装好了 太有效率了吧 对 其实真的还蛮快的 所以当初是怎么样 抓到他们的一个重点 因为我们设计师的工作 其实是擅长在跟屋主 来聊天当中呢 帮他们整理出 他们的需求及重点 那举例来说的话 像玄关这个部分呢 当初廖先生呢 他们呢就非常强调 他希望有一个玄关 但是呢不希望他滑而不实 所以我们就帮他结合了 美关建具实用的功能 廖先生也非常明确的提出说 他希望呢 不要动到格局的部分 对 那因为我们自己 有自由的公班 那所以说在整个 公班的调配上 效率啊 规划上的部分 那时间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因为今天呢是新陈屋 但是在不动格局之下呢 子涵还是把我们围缩了个 其实算是蛮宽敞的 一个玄关空间的 是 没错 因为呢大门一打开呢 就有一个穿堂的一个煞 那我们呢所行锁的一个玄关呢 那可以让屋主 他有穿鞋液的功能 那又兼具可以挡煞的一个部分 那重点呢 是这个玄关的穿鞋液 其实我们利用木工的工法 那让它可以承重至少一百公斤 一百公斤啊 是的 没有错 而且呢它下面还是玄空的效果 这个我相信是 非常多设计公司或是系统 是没有办法做到的 是 所以这个就是 自有工斑 自有木工的好处了 对不对 而且 我有发现你们的这个板材 做得很漂亮 对 因为我们在这个 表皮的木皮部分呢 是采用实木皮 这个也都是木做才有办法 去使用的一个工法 对 那它呈现出来的质感 会比较稳润 跟一般的那种系统家具 就是不太一样 对不对 仔细看 排字有差 对 所以一走进来之后呢 因为刚才屋主有说到嘛 他们之前的家很大 需要很多的收纳空间 我有发现 你这一次的收纳 做得很漂亮 因为看起来是非常干净的 完全看不出来 那在玄关延伸到电视墙这一面 我们也是做了整面的收纳 但是呢在TV墙这个部分后面 虽然看不出来它是收纳 其实后面打开全部满满的 是收纳 不过我发现 子涵你有一点非常聪明 就是非常会利用 凉下的空间来做收纳 把它整个收纳做得很高 但是呢 又会看起来没有压缩到空间 没错 我们采用凉下的部分 来做TV墙 那TV墙上下呢 我们又打了间接光源 是 底部用蓝色来做沉地 刚好呼应到沙发背墙这个部分 那沙发背墙呢 我们又采用了几盒的布皮造型 上面再搭配一个壁灯 非常充分地展现出温暖的感觉 其实我从小到大 我们住的地方都有一个 所谓的walking class 这个空间 让我们能够在里面放衣服 那我们买了这间房子的时候 因为是空屋 所以我也很想要在我们的主卧房 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但是我们也了解我们的主卧 其实空间没有那么大 但是最后他帮我设计了一个 靠窗户的 第一个他可以采光 那第二个是他靠窗户的时候 我们刚好可以把那个 厕所的门给挡在那边 不论是以风水 或是以整个空间的配置来讲 其实都非常的完美这样子 我们现在来到主卧房 但是子涵 我这边应该夸奖你一下 四平的空间 也像四平的一个主卧房 竟然变出一个可以走进的更衣间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没有错 我们还是帮了男主人 完成了他的梦想 我还是给他了一个更衣室 那这个更衣室的部分 我们当初在构式的时候 其实也是绞尽导致 但是当排出来之后 我们有去精算过 其实发现 在更衣室里面的收纳量 会比把衣柜摆在外面 还要来得多 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用木工定制的 客制化的部分 连化妆台的部分也是一样 它也可以移动 那在这个床铺的这个部分 我们这一面 我们就采用了毛玻璃的部分 把那个床铺的光线给引进来 那来到睡眠区呢 我有发现整个色调是比 外面客厅的区块 来得比较沉稳一点 是故意的吧 我没有错 我们在主卧的部分 还是帮业主 跳脱了另外一个风格 它是比较属于现代风的部分 那床头的部分呢 我们也搭配了绷布 那还有一些仿石材的材质 那它不但好清理 而且又很时尚的感觉 对 那在床的两边的部分呢 因为业主也提到说 他希望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收纳 那我们刚刚好的 一公分都不差 帮他做了两个小小的床边柜 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个屋主 他蛮幸运的 因为他是第一次装修 那很多观众朋友们 包括我自己 在第一次装修的时候 都会有遇到一些 蛮不好的经验 不过我觉得他真的很幸运 遇到了你 然后你有自己的公班 让整个完工的时候 或者是工期的时候呢 都对自己非常的有保障 而且很有效率 是的 没有错 想欣赏更多 魏子涵设计师的作品 几账幸福空间网站搜寻